朱戴玉不但是杰出的音乐家,在数学、文学、地理等方面也有颇多造就网络图片。 达芬奇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,活跃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是一个天才科学家、发明家、画家。 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,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权材。 他最大的成就是绘画,他的杰作《蒙娜丽莎》、《最后的晚餐》、《严坚圣母》等作品。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资料图片《Wikinadia》。 除了绘画之外,他还擅长雕塑、音乐、发明、建筑、通晓数学、生理、物理、天文、地质等学科。 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,保存下来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。 他全部的科研成果尽数保存在他的手稿中。 按音斯坦认为达芬奇去世17年后,明朝朱在玉降生了达芬奇自画像资料图片《Wikinadia》。 在达芬奇逝世17年后,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叫朱在玉的皇室王子出生了。 1536年,朱在玉出生于河南省淮庆府河内县,是明太祖九世孙正凡第六代世子。 朱在玉深受父亲正公王修得奖学。 不一书时,能书能闻,折结下世的影响,自幼简朴登等聪颖好学。 明代朱在玉。 若没有标注很少人能知道这是谁。 网络图片。 剧名史,明代朱在玉则月绿全书资料图片《Wikinadia》。 在它多达百万字的著述中,有以月绿全书最为著名。 在朱在玉,密帅源流图月绿全书资料图片《Wikinadia》。 欧洲人在赞叹并实践朱在玉的发明。 而在朱在玉的故乡中国,它的创造被数字高阁,在沉睡了400多年之后, 尽管朱在玉被重新认识和研究,但它仍然藏在学者的书房里。 翻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,无论是小学的或是中学的, 很容易看到李时珍、宋印星、徐光启、徐霞克的成就, 而却难发现朱在玉的名字。 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,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讽刺。 他在朱算上进行开平方、开立方计算,得出了求解等笔数列。 首创十二平均率,提出了一镜管说,设计并制造出前准和绿管。 他创立武学,绘制了大量物谱。 他发明了雷鼠定词法,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词偏角, 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时和水银的比重。 朱在玉记录的五部资料图片,Walking Media。 他是乐律学家、音乐家、乐器制造家、武学家。 他又是算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天文力法家。 在美术、哲学、文学方面也有精式的建树。 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 早在明代,朱在土域就为我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。 中外学者遵从他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。 朱在玉记录的服务资料图片,Walking Media。 但是达芬奇的主要成就是以绘画为主,而朱在玉是以音乐为主。 达芬奇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。 而朱在玉更多的是以理论之事为主。 这两人与其说是转世,更不如说是互补。 但是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。 不知道在世界都在赞美达芬奇的时候,我们为时妖慧望。 记自己的朱在玉。